歡迎收看小明星 小明星 小明星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普雷塔走中路的實戰解說 非常感謝呢 大家對我上一部影片的按讚以及留言 普雷塔這個英雄呢 曾經是非常強勢的中路霸主 可是在削弱之後呢 出場率又大幅的降低 普雷塔會變少的原因呢 除了削弱 還有去射手強化 這樣子普雷塔就失去了開啟大招之後的優勢 由於射手的攻擊距離非常遠喔 而且傷害也很高 如果我們開大招往前去對點呢 是非常吃虧的 因此我們知道出裝以及奧義的玩法呢 就強化我們的一二技能 雖然我們普龍攻擊的距離比較短 可是我們一技能的距離呢 是相當遠的喔 因此我們知道出裝的核心呢 就是爆裂法杖 在前中期買出爆裂法杖呢 跟後期滿裝的時候 我們的一技能會相當可怕喔 尤其是大後期的時候喔 如果我們的一技能蓄力滿呢 命中敵方射手 基本上一下呢就可以打他九成的水喔 加上二技能就可以把他擊殺 而且我們開啟大招的時候呢 還能使用兩次二技能喔 總結一下呢我們知道的打法就是 消耗以及控制 這裡我們嘗試使用一技能來蓄力 去買看能否中敵方射手喔 還差一點 這時候敵方齊爾竟然過來 看能不能小命不保喔 可是這時候呢 猴子優先擊殺敵方的特拉娜絲 完成一個手殺 最後他自殺給防禦塔喔 猴子這樣做的相當不錯喔 他讓防禦塔打死呢 這樣子敵方就不會獲得經濟跟金錢 這邊呢我們先慢慢的發育 破裂塔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守塔跟攻塔能力非常的強 只要我們在中路呢 敵方是非常難攻進來的喔 所謂龍在塔在 這邊隊友在魔龍路打了起來 我們趕緊推一推兵線 過去支援 這邊找了敵方特拉娜絲 先把他空過來 再開大招把他彈回來 配有門兔子輸出 前攻擊殺敵方特拉娜絲 出在圍毆敵方的 佔尼爾 一個技能 順便把他帶走 這邊我們就先把這個節奏穩下來喔 慢慢的發育 破裂塔有兩個強勢的時期喔 第一個時期就是剛買出爆裂法杖的時候 然後第二個時期呢就是買到五件裝備的時候 如果滿裝之後呢 我們可以賣掉我們的小法球 建議換成蜜咒之刃喔 這樣子我們的整體爆發非常的高 這邊幫我們把這個神女超人打回來 就我們龍馬成功把他擊殺 目前我們有六個人投了擊殺參與率喔 普瑞塔的被動呢 就是跑速比較快 跟莫托斯不相上下 當然我們比莫托斯更好一些 這邊殺了一下敵方的拉茲 差點可以把他彈一下我們的悟空喔 不然他就要叫出人頭 這邊找敵方的佔尼爾 殺了一下他 一技能呢大部分時候是不需要虛滿喔 虛滿兩秒的話呢會造成雙倍的傷害 這邊我們兔子約塔強殺 擊殺敵方的神女與超人 可是呢這時候敵方的齊爾已經來了 看了我們兔子用多擊掃 可是沒關係 我們等等再幫兔子爆抽 這時候中路兵線已經回來了 我們先去幫一幫我們的猴子 發覺沒要打 我們再回去清兵線 這時候我們猴子在偷敵方的藍 看來是一個喜歡藍buff的猴子 結果被敵方神女與超人發現喔 我們趕緊去支援 結果猴子順利把這個藍偷掉 我們在趕走敵方的拉茲 這時候我們在草叢蓄個一技能 虛滿兩秒命中喔 非常療癒 先留著敵方拉茲 最後竟然讓他使用大招逃脫 有點可惜 這邊找到一個齊爾跟 特爾納斯 蓄個一技能 整攻擊殺敵方的女超人 這邊呢我們的普隆攻擊雖然比較短喔 可是我們的一個技能還是相當長的 可以用來殺到敵方 這邊把詹尼爾彈回來 順利把他擊殺 我們再續個一技能 趕走敵方 嘗試把這個防禦塔推掉 等待我們二技能 這時候買出霸雷法杖喔 有了霸雷法杖之後呢我們的傷害非常的高 這時候如果我們一技能能夠命中敵方 多個英雄 將會帶來非常巨量的優勢喔 團戰相當厲害 只要用好我們一技能跟兩次二技能呢 我們團戰的時候幾乎不需要往前去普攻 因此呢整體更安全 能夠扮演好控制跟輸出的角色 這邊我們先把這個防禦塔推掉 注意到女超人在旁邊 我們趕緊去支援我們的隊友 這邊有個藍 左邊有拉茲喔 我們趕緊開開大招 一防拉茲進場 這邊我們續個一技能 在博弦攻擊 成了受到敵方的齊爾 開啟大招之後呢 我們一技能 不需要站在遠地蓄力喔 配合我們這套強化一技能的配裝呢 團戰的時候相當可怕 基本上我們使用一技能呢 敵方一定要走開 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限制走位 如果他們不走開呢 就要掉一般以上的血量喔 這邊由於沒有兵線呢 看來我們是推不進去 這時候呢我們還是要先穩住節奏 有伯雷塔在呢 是不怕後期 這邊我們先把敵方彈回來 這時候齊爾發尾喔 收掉我們的兔子跟龍馬 作為灰燼呢 我們吃掉他的蜘蛛 先踏進猴子 這時候注意到敵方的女超人 我們續個一技能 順利命中 最後我們猴子在上前 成功把他擊殺 這邊還是轉移目標 這裡有我們的瑪羅斯 暫時沒有血案發生 最後敵方英雄在下路喔 我們趕緊把這中路兵線清掉 找到齊爾再吃這個藍 這時候敵方英雄在追門的猴子喔 我們嘗試拆這個防禦塔 最後敵方女超人 我們先續個一技能 持續的普攻 最後把防禦塔血量打得非常少喔 直接用一下我們的瑪羅斯 掩護他的撤退喔 彈一彈敵方的塔拉納斯 跟上一技能 順利帶走 這邊我們再幫忙輸出以控制 最後敵方齊爾過來了喔 我們得等技能冷卻時間 順利把齊爾擊殺 不過很可惜這邊沒有兵線喔 沒關係我們轉移目標 去下路清兵線 可以注意到普雷塔技能組呢 相當靈活 而且我們帶的是瞬移喔 只要不犯失誤呢 普雷塔相當難死 以法師來說呢 他的腿相當長 跑得非常快喔 這時候悶悶力有點不夠喔 先來撤個雪包 先開進我們的隊友 這邊找到詹尼爾 我們的史蘭茲在附近 先勾引一下他 再把他彈回來 順利帶走 這邊我們的狀態不是很好喔 先撤退 再來發個信號叫隊友不要打起來 尤其普雷塔天生跑速就很快喔 因此呢都回城也沒關係 很快就能夠回到線上 先靠近我們的隊友 這時候我們的一技能呢 盡量放給敵方的後排喔 這邊我們的馬洛斯被敵方擊火 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我們先後面幫忙輸出以及控制 這一波我們主持了三個英雄 然後護士砍到 這邊的技能等一等冷卻時間 先收回敵方的女殺人 這一波呢是一個三萬三 比較平等的交換 可以注意到呢這時候敵方 特爾納斯 已經有一定的輸出喔 他打我們的馬洛斯非常的痛 我們嘗試消耗一下敵方 這時候敵方追得過來 我們先開啟個大招 續個A技能 順利命中喔 可以追加敵方特爾呢 血量非常少 我們傷害還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蜜咒之刃呢 一個普攻就可以把他帶走喔 因此我們很推薦 把下法球賣掉呢 可以卡路由於秘咒之刃 當然要買復活節還是行得通 這邊我們先來偷個藍 沒事到喔有點可惜 冷靜一點會下門隊喔 成功命中 基本上敵方被我們的一技能碰到呢 就要回家補血了 傷害非常的高 這邊先等一等中路跟下路的兵線 我們嘗試殺一下敵方 回這台的攻塔能力呢 還是比較優秀的 尤其是我們知道配裝 使用一二技能呢 敵方後排被我們命中就會吃不消 這邊我們嘗試拆下路塔 順利命中喔 帶走敵方特爾納斯 這邊敵方呢 威脅死掉呢 我們就可以嘗試推塔 稍微的等中路兵線 持續使用一二技能干擾敵方 成功刷到他們喔 可以注意到呢 我們這時候一個一技能 就能夠讓敵方回去補血喔 這邊我們看能否 順勢帶走上路防禦塔 盡量的吸引敵方的注意力 要注意是我們二技能喔 如果往上拉的時候呢 尤其是右上角 很容易被取消 這邊敵方特爾收掉我們的龍馬 這次的地方棋爾順的上來喔 成功帶走我們的打野 那這邊有點麻煩 我們看能不能拆這個主堡 可惜傷害有點不夠喔 那趕緊開6 趕緊逃 最後成功逃脫喔 全敗我們二技能所吃 二技能命中目標的話呢 還會造成緩速 這邊來偷一偷敵方棋爾的藍 滿滿的吃 這邊棋爾竟然被小兵打死喔 如果硬要收普雷塔的缺點呢 就是吃藍buff有點慢 總的來說呢 普雷塔是一個非常靈活的法師 如果要舉例的話呢 拿普雷塔跟盧蜜亞相比 普雷塔有非常多的方法呢 可以趕走刺客喔 可是盧蜜亞呢 被敵方鐮刀就幾乎死定 這時候我們先耐心的等一等兵線 這時候戰利也使用了位移喔 露出破戰 我們趕緊開大招 把他彈回來 順利把他擊殺 這時候是5打3 5打2 就可以帶走敵方女超人 成功去敵方主堡 普雷塔萬代的關鍵呢 是我們的兩段二技能 最後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可以第一時間 或者追蹤這邊更新 如果喜歡可以點個喜歡 也可以分享給朋友們 那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